Welcome back to the 百靈果讀書會 This is Ken 我就突然加入一個講台語的社群 然後被拉上去 那你就很尷尬了吧 我就用台語自我介紹 結果就突然很多人截圖 然後傳私訊說 蛇編你的台語好可憐 因為我連桃園的台語都不會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怎麼自我介紹的嗎 大家好,我是百靈果的社群 你就是大家好是台語啊 有啊,我是百靈果 哈哈哈哈 桃園你怎麼講的 我是偷恨人 應該不是嗎 對啊,我就不會講 對,那我也不要獻醜 神父你會台語嗎 桃園怎麼講 桃園怎麼講 偷恨 聽起來好像比較對耶 哇 你知道上禮拜公視台語台來採訪我們 喔那個 採訪的人他台語超好聽耶 對他是很年輕的小朋友 看起來好像大學生 剛畢業的感覺 對對對 他是彰化人嗎對不對 欸對他是彰化人 嗯 然後他的台語 你知道因為其實像那個孫翠鳳來的時候 因為他有一點演義 然後他講的東西很簡單 所以其實大家都聽得懂 抓得到 都抓得到 可是那一天公視台語台的那一位 我整個聽不懂耶 我整個就是放空到一個極致 我要跟大家講 而且那天在開錄之前 他還有跟凱莉 確認說 那等一下我問問題 都可以吧 那凱莉就說 你不要這樣小看我 我就聽得懂啊 我只是不太會講 然後我在旁邊就說 等一下等我幫你翻譯吧 果然 第三題開始我就在幫你翻譯了 不是他問的東西 他講的蠻道地的 你知道有些人台語如果沒有那麼好 他會用很多中文去換 所以其實大家聽得懂 他那個是整個 你知道 然後其實他有先給我們仿鋼 然後我都會想 這一題聽起來很像第三題 這樣 然後我想說應該是這一題吧 後來他就脫稿一下 啊幹放棄 那我覺得蠻厲害的 這本書傀儡花呢 我之前其實並不太知道他的故事 直到我開始讀了以後才知道說 哦原來他是在講 牡丹社事件 對吧 呃 在前一個叫羅妹號 羅妹號 從羅妹號開始 他算是在講羅妹號事件 對對對 所以跟牡丹社沒有關係嗎 有關係 他們都是一連串 對一連串的事件嘛 從那邊開始 然後連連連連下去 然後我就說 哎我這些東西說實話 我真的都不知道 嗯 像牡丹社事件 我可能就是聽過 就就可能在文章上看過 可是我之前都沒有Google 直到這一次我才去Google去查了一下 哦原來 對然後 這事件這麼複雜 其實我覺得我要先跟大家說 大家不要看到這本書這麼厚 大家都覺得很緊張 就有讓掏殺的感覺 哈哈哈哈 你在說我們自己 對 其實我們自己 其實不會 因為他的那個空間蠻多的 像這樣子你看 他每一張後面 其實他只要一兩頁 然後剩下就空白 所以很容易就跳到下一張 其實他那麼厚 可是其實很好讀 是這個原因吧 欸 對 我覺得他好讀是這個原因吧 其實是好讀非常多 然後他去世的方式 就是也比較像現代人 哦對 對就很平鋪直樹這樣 嗯嗯嗯嗯 那然後他其實講很多 就是墾丁的故事 尤其是他一開始就在講 墾丁一個發生一件很大的事情 然後剛剛就是蛇編講 那個羅妹號事件 嗯嗯 你知道這件事情到底有多大嗎 我不知道多大 你有以前有聽過嗎 我不知道 我以前完全沒有聽過 蛇編你有聽過嗎 呃歷史課本有 真的假的 對高中有上 哇 哇 牡丹社其實也是國中歷史 牡丹社我歷史課本上也有 可是 羅妹號我完全不知道欸 高中有上到一點點 可是你知道是什麼嗎 就 呃 廈門的那個美國官員 跑到台灣來 一起協調 南部的事情 就這樣而已 歷史課本講到大概這樣而已 對對對 因為你知道就是我的姐夫 嗯 他是一個他是白人嘛 但是因為他也是一個 比較奇怪的白人 他喜歡研究一些歷史的東西 所以他知道這件事 他知道這件事情 他說這件事情為什麼很重要呢 因為當初那個羅妹號事件啊 其實是那個美國 他們 他們 美國的船 然後發生船難 所以就正好 誤闖進 那時候墾丁那個地方 那時候是斯卡羅王國嘛 對對對 就是原住民的一個 統治的領土這樣 原住民就把那些人給 對他們就覺得這些人是外來的敵人 對對對 因為他們之前 有荷蘭人去攻打過他們的村莊 所以他們說 這些人是不是又要來嘛 對不對 然後原住民 當地原住民就把這些人殺掉了 那殺掉以後呢 那美軍就不爽嘛 所以他們就想要報復 所以這是美國史上第一次派戰艦來台灣 喔 所以這個其實在歷史上是一個大事件 就是如果尤其是對美國史有一點點了解的人 可能都會知道 對就是第一次 而且它是有圖就是一個大的戰艦 oh shit 然後來到台灣 然後來攻打原住民耶 然後 手無寸鐵 然後打輸 打輸 對這一次是打輸的 哇 就他們的這個美軍的一個首領就是 就是被殺了 然後所以就等於是打輸了嘛 然後他就哇靠超猛的 好所以這件事情在歷史上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是個大事啦 所以為什麼我那個姐夫會知道 可是我完全不知道 對啊 隨便你有知道這件事 知道知道 但是不知道細節 大概的故事是知道的 所以高中就是大概講一些些也沒有講太久 因為主要是要帶到牡丹社 喔 對 因為牡丹社就是日本 變成日本人來了嘛對不對 喔對 然後其實這一個剛剛他有講到就是 有一位美國的外交官 他是法國人啦 那他就是被美國派到廈門 然後因為廈門那時候清朝時期 也是要掌管台灣地區嘛 所以 所以 因為這些事件 所以他就來到台灣 然後這個地方啊 然後跟原住民做協調 然後簽了一個外交的合約 喔 所以其實這在外交史上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事情 然後我姐夫他就很想要看這本小說 是用什麼角度去詮釋這個歷史事件嘛 嗯 然後可是這本書應該有翻成日文 但是沒有英文 蛤 然後我就說那他怎麼看 對啊 他用Google Translate看 靠 然後我說 like 哇 這好難喔 我覺得他真的好想看 他真的很怪 所以我想這應該不是每個人一般人都知道的事情 我以為 我以為你姐夫會就是中文學好 再來看 沒有 他中文已經放棄了嗎 還是有學就是可以聊天 但是我想閱讀應該 看書可能比較難 還是還是不太行這樣 他說可是那個 Formosa就會一直被翻成什麼 福爾摩斯 什麼 所以就要知道 你就要有一點中文的底子 你才知道 你看到 Sherlock Holmes 就知道說 或是說台灣 對 對 就覺得很白癡這樣 是喔 我 我其實 看了這個字怎麼唸 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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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子 鞋子 沒有 欸 太多了 鞋子 就是作者一開始 不是鞋子嗎 什麼鞋子 氣子吧 是鞋子吧 是鞋 鞋子 就是旭的意思 對是鞋子 我剛才查教育部字典 他也不是旭 算是前導啦 就是前傳 是念CEA鞋 為什麼是鞋子 可是又這樣聽起來很像海上爬的那個鞋子 天啊我們討論這段大家都可以 把我們 沒有我中文沒退步喔 我知道念鞋子 我覺得會有很多人說 舌邊你讓我很失望 我覺得舌邊幫我們擋很多戰火 我覺得好爽喔 大家去攻擊他就好 對啊 這個鞋子這邊 呃你有讀鞋子這一段嗎 有啊 我覺得鞋子這一段其實就 好像把那個故事大綱 就先拉出來了一個 一個樣貌對不對 就是 把八寶公主的故事好好的講清楚 然後把八寶公主原本以為只是一個民間傳說 拉一拉結果跟羅妹號扯上關係 對 大家都知道這個八寶公主的這個廟 其實是在墾丁現在還在那邊 然後他就去分析這個廟到底是因為什麼事件 他就這個廟旁邊還有那個牧船 所以他就各種分析 就覺得應該是羅妹號當初的那個 船難的殘骸 哇 這現在還在那 你不覺得就會很想去看嗎 還在那邊 我好想去喔 我現在變超想去的 因為前面的照片有啊 真的嗎 你沒有看前面的照片 我沒有看前面的照片 因為我直接跳過 你那時候壽司三姊妹前面照片有沒有看 其實我也沒有看照片 我跟你說照片很好看 你一定要記得看這些照片 是喔 這都是作者他親自去拍的 ok 那我們既然講到作者 好這位作者叫做 陳 陳耀昌 陳耀昌醫師 對 其實一開始我看到那個陳耀昌這個作者 然後發現他是醫師 然後又寫了這本書 我看完的鞋子跟前四張以後 然後我直接先猜 他絕對是台南跟嘉義的人 為什麼我以為可能是墾丁之類的 然後剛剛我 不可能 為什麼 不是因為 你記得我們在讀那個 陳真波密碼的時候 然後就有很多就是 很愛台灣的人 可是他們就說 後代絕對不要參政 就讓他們去讀書這件事情 去讀書或當醫生 這樣子來救人 尤其是嘉義那邊特別多 就不要去參政 然後就覺得說 他寫了這些書 然後都跟台灣歷史這麼有關係 一定也很有熱忱 然後很有熱忱 非常愛台灣 然後看到醫師 然後做這些東西 我就直接猜 他應該是那邊的人 結果 我們剛剛在開錄之前 我Google了一下 還真的被我猜對了 他是台南人 對啊 我覺得就是 這種有時候這種偏見還蠻準 你不覺得嗎 那既然講到偏見 那這本書叫做傀儡花 嗯 對不對 那其實公視有把它拍成劇 而且是用前瞻計畫的錢喔 我跟你講 我看了trailer 我整個嚇死欸 真的嗎 你有到嚇死嗎 我有到嚇死 就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去YouTube上搜尋 傀儡花 說真的 我真的對台 大家其實應該都知道 我對台劇都是有一點點小偏見 因為我覺得說 很多很多的偏見 對我就寧願就會去看那個 好萊塢的爛片 看Netflix 或是看Disney Plus 可是遇到台灣的我自己就會先跳過 嗯 靠 我看到這個trailer 我整個嚇到爆炸才尿出來 這好萊塢大片等級欸 因為蠻好 就是他的畫面很精緻 畫質超好 然後 是4K的啊 當然 然後顏色也漂亮 然後 整個就是 整個給你的氛圍 就覺得 哇這 感覺就像那個什麼 之前 梅爾吉伯遜 他也有拍過類似 的那種 也是原住民故事 對是南美洲的那個 瑪雅人 好像是瑪雅人的故事吧 對 所以就覺得 我整個是驚豔欸 就是看得出來非常的考究跟用心 對 原來花很多錢啊 他好像是創下台灣電視劇 單集 預算最高啦 好棒喔 1.55億 對啊 是簡單計畫的錢 不是啦 這應該是全部 全部1.55億 那還蠻便宜的啊 那實際 就是 台劇 台劇 可是你也知道 那個 冰與火之歌 他一集就花 一千萬美金 我們是台灣 所以 所以 所以我說他整個拍下來才1.51 我覺得超便宜啊 欸 對 台灣人力成本也比較便宜吧 你是說這些原住民他都沒有給他 不是 喔蛇 是給人家 你這樣是不對的喔 美國給300 台灣可能給100 之類的 真的更便宜喔 因為他們是原住民 喔蛇 你這樣是不對的 而且我看那個前導片 他就找很多 就是原住民小朋友去 就是拍他們游泳啊 什麼之類的 我就想說哇 這些 是他找的 都沒有打馬賽克這樣嗎 對 他們是裸體 我以為會讓他們就是穿一個布兜 結果也沒有 我就覺得 哇 他們真是符合 他們就符合事實 對啊 不過那個我有看到他 花這個錢啊 因為裡面有錢瞻計畫的錢嘛 對不對 然後他說三分之一 那我看那個新聞說 三分之一會在布景上 然後除了去 墾丁拍以外呢 然後他們還有在台南 把一個就是閒置二幾年的堂場 然後改成影視園區 就是想要 想要重現當時的那個畫面 喔好酷喔 那我在網路上找了很 照片找半天 啊我都找不太到 可能是我觀念字下的很爛 那應該是觀念字 但我有找到一張齁 那一張照片看起來很厲害 嗯 就是在這種就是老街道 而且不是像台南那種日式老街道 是在清朝時期的老街道 嗯嗯嗯嗯 然後就有人騎馬啊 然後就是那個 我覺得好酷 嗯 所以就是很希望 如果未來有開放的話 可以看啦 因為我記得當初那個 你說去進去參觀 嗯就 因為應該已經拍完了嘛 嗯 因為我記得之前 那個就是也是很愛拍 原住民故事的那個導演 魏德森 他之前的 很愛拍 我覺得是很愛台灣 拍本土文化的導演 之前 他之前的也是花了很多錢 然後架了一個影視圈 的影視區拍攝用 然後後來好像 像林孔那邊還是泰山 反正就全部拆掉 我那時候我看到新聞 就覺得啊好可惜喔 感覺很酷 嗯但我覺得也是這樣 就是他花了很多錢 那後來到底有沒有價值 就也要看 我們到底會不會有興趣去看 所以我們這樣錄一錄我們可以去墾丁嗎 當然啦 好啊 我們一定要 我想要在八寶公主廟前面 就是錄一集啊 感覺會超吵 我覺得我們的結尾 我想要結尾在那邊錄 哇 去墾丁了 結果跟那個台東撞騎之類的 就想辦法 台東現在墾丁很方便啊 喔 好像也是蠻近的 對啊蠻近 騎車都騎得到 沒錯吧 你看 他一直點頭 沒錯騎車騎得到 耶 那一段超美耶 我覺得那一段比 當然大家騎自行車最有名的 就是什麼花東嘛 花蓮到台東 那個什麼193 是嗎是193 197 差不多啦 然後 然後其實我自己騎了 花蓮台東大概兩次 然後台東到墾丁大概兩次 我覺得最美的騎是 台東到墾丁那一段 我自己最喜歡啦 這樣要騎多久 呃 我覺得神父可能一天又騎到了 那舒服大概三天 喔騎三天 就是初學者也可以騎到 就是三天 真的嗎 有一些三 但沒有到真的很難 那不行 怎樣 我用開車好了 你開車好不好 你到我們的補給車 欸這很重要 就是可以 我們中午要去哪裡吃 你就可以先去幫我們點菜 沒有我用拖的 把你們拖過去好了 沒有我可以說 人只要有補給車就會上車 人就是這樣 沒有補給車都騎得到 好 離題了 真的剛剛講到那個偏見這件事情 對 因為其實公視原本是 這本書叫傀儡花 嗯 後來他們把公視的劇名改成斯卡羅 嗯 那就是因為他們覺得傀儡花 當初 這個名字是有一些 貶意 貶意在裡面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我當初是覺得 我當初覺得蛤 為什麼就要改名字 因為他這本書就叫傀儡花 對不對 當然如果你要說這不夠好 那有可能他取的不夠好 但是如果他其實想要表達的 歧視彼此的傀儡 你懂嗎 就是原住民被當成傀儡 可是漢人也被當成傀儡 其實我看了一下 因為這前幾張傀儡番這個字 就跑出來 嗯 然後說傀儡番是什麼 其實我不知道 所以我去查了 才知道說原來傀儡番是 以前清朝在稱呼台灣的 尤其南部 那個地區啦 就是斯卡羅那地區的 原住民的名字 就叫那些人傀儡番 所以原本就是有 其實有兩個族 我忘記另外一個族是什麼 那另外一個是排灣族 然後就是把他們叫做傀儡番 排灣族就是阿豹的族 對不對 所以那個我們在問阿豹 可不可以用他的音樂 來當我們這邊的 的開場音樂 我們就是用到底 我們下禮拜問他 下禮拜問他 好 所以 這本書的主角是女生嘛 對不對 所以我在猜是不是就是 傀儡番裡面的笑話 就是枝花 就是傀儡話的意思 right 有可能 但是因為 不過你要用傀儡的方式來解讀的話 也是另外一個方式 這是另外一種方式嗎 那就看你怎麼去看這件事情 當然 你說因為他要拿錢戰計劃的錢 那其實因為你用一個有便宜的詞 當做一個劇名 其實會讓有些人不舒服 對啊 你會希望可以做到更多元理解 你把它改掉 fine 但如果用市場的角度來看的話 你覺得今天公司拍一個劇叫做斯卡羅 比較 越多人想看還是叫傀儡花會比較多人想看 好假設有一本書 你純用市場角度 原本有一本書叫做 青翔翔 flower of青翔翔 或者是 Oriental Flower 兩個都很可怕 對不對 你懂嗎 就是你一定不可能挑青翔翔阿 你就覺得Oriental 可是Oriental其實 你說真的它也是有便宜阿 相對於青翔翔 我覺得還好啦 相對來說 可是你要這樣講 那傀儡可是在 傀儡本身 其實因為它中文本身就還好 可是它本身是傀儡番的意思 可是傀儡番就是 因為番就是大家都知道那個很嚴重的貶義 其實到現在都很可能 不只是番傀儡番 這三個字就是貶義啦 天阿我原本以為 我們討論這個議題 我想說可以拿出來討論 然後我會講你的話 你會講我的話 我現在就覺得WTF 然後你現在踩了一個超級 政治正確的阿 然後我就只好講反的 你現在是怎樣 你怕屁阿 我沒有怕阿 因為我真的是不知道傀儡番的意思 我真的去查 然後覺得靠 而且就是那清朝那些人 隨便在 在稱 聲番 對他們就是在稱呼台灣原住民 或者是那個地區的人的名字 然後那時候 後來牡丹社事件 發生以後 然後日本人去跟清朝說 那邊的事情 那邊的人殺了我們的人 然後他們就是回 清朝就回說 那邊的傀儡番還什麼番 然後你們自己去處理 好不干我們的事 我就覺得哇靠 清朝真的是 垃圾到一個爆炸 是等到很激烈 才派聲保證過去 Yeah exactly 他們才發現說 喔第一島鏈好像很重要 我們要派人過去 那個時候沒有第一島鏈這件事 喔那個地方很重要 可是那個大家就發現說 因為那時候 其實牡丹社事件 其實跟琉球有關係阿 所以其實他們發現那個島鏈 是重要的啦 第一島鏈是我自己說的 好嗎好嗎 所以我就覺得說 欸傀儡番這個詞 然後 如果是這樣轉成傀儡花 然後再加上前單計畫 然後為了市場 跟政治正確 跟我們要讓大家都開心 然後尊重少數民族的話 我覺得傀儡花這個名字 似乎不適合拿來當劇名 這是我自己的看法 好那這樣改成斯卡羅 可是斯卡羅可能按不下去 怎麼辦 怎麼辦 就市場角度來說 斯卡羅是比較不好推廣 對 因為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已經花了這麼多錢了 因為我完全沒有感覺欸 我看了斯卡羅 這三個字我沒有感覺 那我當然大家一定會覺得說 啊因為你就是太漢人族裔 漢人角度出發 可是漢人真的很多啊 怎麼辦 好那我們想一下ideas 我覺得還原歷史 什麼什麼 會比較好一點 怎麼叫做還原歷史呢蛇 就是叫傀儡花 因為大家才會好奇這個名字怎麼來 然後去看後面的東西 對啊 這部劇不就是想要讓大家去探討過去的歷史 發生什麼事情 還是我們問一下阿抱好了 再怎麼說也是一個公式 阿抱都說他自己是圓民園了 阿抱 拜託這我們一定要跟大家講 這不是我們講的喔 你知道阿抱就說 你剛剛是不是有學一個口音嗎 你剛剛是不是有學一個口音嗎 這不是我們講的 你有 我有聽到 對不對 神父也聽到了 有 沒有 神父也聽到了 那是我私下本人的講話方式 不要大家誤會 好 那個阿抱就說 欸他們最近要賣 要演唱會嘛 想要宣傳 3月27號 我說當然可以啊 光是上我們節目科 你現在還需要宣傳嗎 他說當然囉 我看你們圓民園都賣爆了 不是啊明華園 明華園 欸你要救我嗎 沒有 我看你們明華園都賣爆了 圓民園應該也沒問題吧 原住民的園 我想大家應該知道 我覺得他好恐怖喔 我覺得他好可愛喔 怎麼可以這麼可愛 好 那 對 你要講什麼 我想說 你要幫他取不一樣的劇名嗎 我們就來問那個 排灣族之花阿抱 到底這個書的名字 怎麼叫比較好 喔 那個 盧凱族之花也可以來回一下 因為盧凱族也是傀儡番 對他是兩個族嘛 對不對 沒錯 好 那我們問問看他們就是 族人對於這個字會不會覺得 特別討人厭 因為其實 如果不了解這個歷史的話 聽到傀儡的話 不會有感覺 應該是沒有感覺 是沒有感覺 我們知道翻很糟糕 這個歷史根本上有講 可是傀儡的話我們沒有感覺 我們問一下族人怎麼想 對啊 可是有可能 有些人有感覺 有些人沒感覺啊 對因為這可能太久以前了 好那 我不管怎麼樣啦 我覺得叫什麼都可以 但是我希望 如果真的花這麼多錢 然後這麼用心拍 一定要很多人看 我希望很多人看 嗯 所以就算叫斯卡羅 我們會想辦法推到爆 沒錯吧 有武康仁欸 結果我希望他拍得很好看 怎麼樣 所以要看啊 那想不想要訪武康仁 所以要看啊 好啊 你是不是 你這個花痴 他是大學生啊 大學誰不花痴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那我們就努力把 我們這個讀書會做得很厲害 很多人來聽 然後等到斯卡羅上線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可以以此要挾吳康仁上我們節目宣傳 斯卡羅什麼時候上 欸其實我找不到欸 原本我看2020年要上 然後現在又改成21年要上 那我們現在還沒有看到 有這個新聞稿出來 我猜是不是還不知道什麼時候要上 可能就在等我們的讀書會吧 我是看了trailer 他覺得他那個公主好漂亮喔 溫真寧嗎 對對對對對 然後看到一些新聞稿說 溫真寧好像為了拍這部劇 還學了四個語 喔真的喔 對啊還蠻厲害 反正我覺得這本書真的 比浪刀莎好讀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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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而且只有一本 對他只有一本 然後其實他講 而且他就是在講很多肯丁的故事 然後我自己對肯丁非常有感情 我自己很愛去 所以你會知道 這些地方都是真實的地方 然後你覺得好奇 你就可以親自下去看看 你在肯丁玩 你以前知道肯丁有這麼多 對不起我剛剛破音 你在肯丁玩 你去肯丁玩 你知道肯丁有這麼多歷史故事嗎 我知道肯丁一定有歷史故事 但我不會知道啊 你懂嗎 但我會去恆春 古城就是我不會進肯丁大街 喔 因為肯丁大街之前就是太多 中國遊客了嘛 喔 所以就會太觀光 所以我都會特別去 我每次都住在恆春啦 然後我潛水的潛點 其實也是 離恆春那邊也比較近 對 所以我 我非常喜歡肯丁的地方 然後呢 還有沒有什麼要補充 沒了 那我們下一次就 下禮拜就開始囉 啊 不然咧 那就是 還是我們 做完那個 照鏡可以休息一個禮拜 要跟那個 我們要問我們的 要跟方丈 方丈討論一下 方丈覺得我們最近很挨頭懶 然後 他覺得很糟糕 對啊 我是ok啦 我已經讀完第一部了啦 因為第一部很短 喔真的喔 你看這麼多了 那第一部才 四個chapter 還五個chapter而已啊 喔對好 對啊 然後之後馬上就開始講 羅妹號事件啦 一開始是講 他們把那個人殺掉 but anyway 到時候我們再來討論 那我們就希望大家有興趣的就 這本書可以買來看 那如果不想看 就聽我們講吧 對 and see you guys on Saturday 我們禮拜六 也可以聽我們的節目喔 嗯哼 我看有人說是我之前遇到的那一位啊 對 對啊 喔對他超帥的 嘿嘿 掰掰 掰掰 不論男女一生感染HPV 人類乳圖病毒機率高達八成 HPV會透過性行為過程中接觸皮膚 黏膜或體液而感染 並可能引發子宮頸癌 肛門癌 菜花等疾病 即使單一性伴侶也有六成幾率感染 立即前往HPV衛教友善診所預約諮詢 也別忘了安全性行為 以醫主接種HPV疫苗 女性定期抹片檢查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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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